鯊魚 他就每天都抱 少女的床鋪上 也有一隻鯊魚玩偶 這隻鯊魚玩偶 都陪伴著他 付其功課 少女課業表現很不錯 還曾獲頒市長獎 國小的時候是市長獎 所以他功課很好 他功課算還不錯 各方面的表現都算正常 尤其他的成績也算不錯 那他比較喜歡畫畫 然後比較容易在網路上 去做一些跟人家的互動 網友的互動 少女的課業成績很好 連校長都稱讚 但事後才了解到 少女愛玩手遊 也常在網路上交網友 警方查出 少女就是透過這款 電競陪玩APP認識嫌犯 這款陪玩APP有三種功能 陪聊天 陪唱歌 還能線上陪玩電競遊戲 半小時可賺90到250元 甚至有陪玩師 因此月入10萬元 應該是誰 就是從網路這邊聊天 跟他認識 然後又騙他 以工作名利上去 警方透露雙方透過APP認識後 又互加臉書好友 私下應徵真人陪玩面試 少女性以為真 親自北上 卻遭到嫌犯軟禁 有心人士透過陪玩APP 找尋新智單純的目標 家長可得好好把關 以免洋入糊口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